特朗普原配与世长辞,改嫁四次堪比邓文迪,盛世美颜传给伊万卡,特朗普一生迎娶过三位妻子,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夫人梅兰妮亚,事实上原配伊凡娜更加传奇,两人一起生育了三个孩子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一千金伊万卡,特朗普原配伊凡娜与世长辞,改嫁四次堪比邓文迪,盛世美颜传给了女儿伊万卡, 73岁的伊凡娜又努力又优秀,堪称美国顶尖名媛,也将自己的好基因带到了特朗普家族,虽然特朗普的子女不少,但是最出彩的还是要数伊万卡,甚至被媒体爆出要参加下一任大选,年轻时候的特朗普高大帅气,作为百亿集团的继承人跟名模伊凡娜坠入爱河,伊凡娜从小就热爱滑雪,甚至还加入了捷克国家队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,少女时期接受了精英教育, 获得了语言学和教育学双硕士学位,在遇到特朗普的时候,伊凡娜已经结过一次婚,但是容颜和身材还是一级棒,两人在酒吧中一见钟情,之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并且连续生下了三个子女,婚后的伊凡娜并不甘心当金丝雀,而是在商业上大涨红图,为特朗普酒店开疆拓图, 在很多老照片也能看出特朗普出席重要晚宴的时候,伊凡娜总是陪伴在左右,这段时间特朗普酒店疯狂扩张,伊凡娜既要顾家,也要管理偌大的集团, 如今三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,全部都是人中龙凤,离不开伊凡娜的帮助和支持,两个人的婚姻维持了13年,之后特朗普移情别恋,伊凡娜也选择和平分手,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,73岁的伊凡娜与世长辞终于卸下了特朗普原配的身份,事实证明伊凡娜也不是善茶,可以帮助特朗普发展事业,离婚的时候也不甘示弱, 两人的离婚官司打了一年,伊凡娜分走了特朗普一半的身家,一生更是连续改嫁了四次,手腕和心机比邓文迪都要厉害, 离婚后伊凡娜将重心放在工作上,先后出版了两部自传,并且还成立了自己的娱乐公司, 在购物和房地产领域大展宏图,成为美国有名的女总裁,刚刚跟特朗普离婚三年,伊凡娜就嫁给了商业大亨凯利,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, 伊万卡也到场祝贺,担任了妈妈的伴娘,网友称赞母女两都是盛世美颜, 但是令人遗憾的一点是,伊凡娜和凯利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两年,两人就匆匆分手, 此后伊凡娜不光没有气馁,而且走入了第四次婚礼,嫁给了36岁的意大利男演员罗萨诺, 这次令人惊讶的一点是,特朗普不光亲自出席前妻的婚礼, 而且还将自家酒店和豪宅借出去,充当婚礼的场地, 可见伊凡娜并非等闲之辈,一生中连续结婚四次, 并且跟每一位前任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, 73岁的伊凡娜与世长辞,最难过的人莫过于伊万卡, 分享出不少合影悼念妈妈,伊万卡虽然出身豪门, 但是父母的婚姻太过复杂,必须跟兄弟姐妹竞争资源, 难怪总是一副精明的模样,虽然伊万卡是在父亲的膝盖上长大的, 但是却更加依赖母亲,每次伊凡娜结婚的时候, 伊万卡都会默默担任伴娘,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送母亲出嫁, 不得不感慨伊凡娜一生无比传奇,让邓文迪都黯然失色, 但是世事无常,伊凡娜前段时间还被媒体拍到遛狗, 如今却突然离世,给伊万卡造成了巨大的打击, 年轻时候的伊凡娜容颜绝美,超模出身学历也很高, 岁月显然对她格外温柔,就算到了奶奶辈的年龄, 依旧保持了高贵优雅的状态,难怪被誉为特朗普最美貌的妻子, 就算不靠婚姻,伊凡娜也能在上流社会上站稳脚跟, 连续改嫁四次堪称传奇女性,即使已经到了晚年, 伊凡娜身边依旧有小鲜肉丈夫的陪伴, 媒体经常拍到两人一起逛街,手牵手的时候无比幸福, 伊凡娜最后一次亮相是在自家别墅下遛狗, 跟小鲜肉丈夫秀起了恩爱,如今才过去短短半个月, 就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与世长辞,真是令人感觉世事无常, 晚年时候的伊凡娜依旧精致,穿衣打扮也极其讲究, 简直是美丽和优雅了一辈子。